我入骨淘氣吊蝦腸 然後以後我就說 欸這裡我想要擺那個什麼動物啊 啊那裡我想要擺什麼動物啊 很想 老闆已經閃了 老闆已經閃了 好餓喔 你怎麼敢這樣子抓啊 牠不會咬你嗎 就是因為我們的產品 沒辦法讓牠們帶回去新加坡 我就有點可惜 所以我想說那不然 海豹好像可以 我就讓牠帶回去個幾張 要不然變得很莫名其妙 看到這個走 喔喔喔 螃蟹螃蟹 哇 有跳到了 我現在已經放棄了 炒蝦了 我就在等看有沒有螃蟹 不長眼的 蟹螺很少 不錯了啦 牠覺得動靈樂聽起來很像在罵人 但是你如果是講 政黨人香港話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像在罵人 然後就是聽起來好像 看起來好像在罵髒 聽起來很罵髒話 還有閒人氣 閃人氣 閃人氣 他被人家騙了 他說他玩的那個遊戲 叫大球掌 然後那個大球掌 裡面有一個人的ID 叫慕雨柔 然後他就問那個人說 是不是本人 對方跟他說是本人 我跟他說我沒有玩大球掌 你應該沒有被騙什麼 其他的地方吧 沒有啦 我們今天來到淘氣動物園 什麼意思 你知道這一隻叫什麼名字嗎 叫什麼名字 他叫鹿 幹 爛死了 那個淘氣釣蝦場 我覺得 他們現在是在拚轉型嗎 原本是一個好好的釣蝦場 所以現在轉型變成動物園了 其他又有魚 又有鹿 然後又有龍貓 還有龍貓喔 對啊 龍貓就是那個啊 在後面那裡 喔龍貓那裡面 我們今天跟網友有約 我有點緊張 網友 對 這是一個新加坡的網友 然後他是YouTuber 喔他也是YouTuber對不對 對他們叫肥哥釣蝦吧 所以他們也是拍釣蝦的是不是 對他們就是新加坡也是拍釣蝦跟釣魚的 然後如果你們對新加坡的文化 釣蝦釣魚文化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你們也可以去訂閱他們的頻道 就是去了解一下 說不定我們下次去新加坡的時候 先在他們頻道做功課 可以吧 嗯 對啊我現在在等他來 我們先去看小動物吧 小朋友 啊我知道了 蛤 你要不要乾脆啊 後面那邊的包廂有沒有 你頂一間起來 然後做成你的動物園 喔你好會講喔 那我不如直接就入骨淘氣釣蝦場 這樣子以後我這個地方 所有的很多地方 我是不是都可以拿來養 我入骨淘氣釣蝦場 然後以後我就說 欸這裡我想要擺那個什麼動物啊 啊那裡我想要擺什麼動物啊 老闆已經閃了 老闆已經閃了 嘿 嘿 是這個 啊 新加坡 欸他還有自己的LOGO耶 對啊 他們現在都有自己的 肥哥 釣蝦 其實我們網紅做久了 就是要有成立自己的品牌 那這個是肥哥 新加坡的朋友 對對對 那你們今天準備的釣組 跟我們台灣的會有什麼不一樣嗎 啊會 因為我發現到我在台灣做釣的話 他的縣主要用長一點的 因為我在新加坡釣的話是3.5分 哦3.5分 我縣3.5分 那你們是有浮標的嗎 因為我之前去馬來西亞釣過 就是像草下這部分 他們是沒有浮標的耶 啊有我們就用阿波 哦那搞像跟我們差不多 我們是用那種短標 短標 嗯嗯嗯 過後也是有用短標也有 長標也有 嗯 我們也是有玩蟲標 欸有有有有 台灣也蠻多人在玩蟲標的 對 文化的差異是 這裡可以用豬肉鵝 可以用牛肉 不用蝦米 可是我們那邊只能用雞心 不然就用海蟲 你們海蟲有分細的跟粗的嗎 有分細的跟粗的 但是 阿波來 我們今天的海蟲 是有細的跟粗的 可以兩個選擇 還是它是綜合的給我們 綜合的 哦哦 對就是直接這樣抓來秤重 嗯 有粗有細啦 嗯 阿波你們要看我哪一盒 呃 我觀眾想看嗎 哈哈哈 看一下有什麼分別 你們在台灣這次要來待幾天啊 啊我們來了8天 哦8天 今天是第三天 還有安排 呃 有小 好噁喔 哎呀 你怎麼敢這樣子抓啊 它不會咬你嗎 炒面還是這樣 今天我們就來比賽算它有幾隻腳 靠 我以為是要比賽掉蝦子 結果你跟我說幾隻腳 誰要算啊 你在你掉蝦的年齡 呃我大概掉了三年 那 我現在跟我差不多 你比他老 讚 你會說話 你在幹嘛 我要簽名給北哥啊 就是因為我們的產品 沒辦法讓他們帶回去新加坡 我就有點可惜 所以我想說那不然 海豹好像可以 我就讓他帶回去個幾張 然後贊助給他的觀眾 或者是他的比賽這樣 哈哈 他們那邊的 莫名其妙看到這個走 沒事 我相信 在他們那邊也是有我們 可愛的觀眾在關注我們的 OK啦 哦 強耶 為什麼 下去下去 去 你要跳出來我就尷尬了耶 大哥 他現在在下面還有 哦 這個打的角度好像有點專業耶 我看出來了 我看到他是那個 泰國蝦打法 但草蝦不用 哈哈哈哈 草蝦都是正打的 對對對對 你這樣子也可以打 你這樣子打肚子是可以的嗎 哈哈哈哈 太誇張了吧 這樣子 這是草 國蝦打法吧 我 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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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還會帶著走耶 你可以教我你怎麼羊肝嗎 為什麼可以羊肝了 這麼的帥氣 為什麼你一直有耗啊 怎麼可能 你想一下我都沒有鼻下沉下去 這樣子也可以打 我覺得我今天可以在你身上學到很多打蝦的角度 我 可能是錯誤的師範 哈哈 真的咧 什麼 肥宅 那邊有一隻肥宅 巨無霸大草蝦 你下去 你下去 他一直想要跳上來 我記得他這裡不是有自重網啊 怎麼都沒有了 對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看到耶 阿批 我好需要自重網的網子 你可以先放個兩斤蝦再拿過來嗎 什麼意思 我這樣會太壞嗎 這樣會不會比較好放蝦 你看要不要放這裡 然後等一下就變成我的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計畫通 計畫通 你 誒誒誒誒誒 我剛剛差點打到兩隻 差點雙狗 對差點雙狗 我看旁邊那個 他們擠蝦的時候都是這樣 抓著狗子然後嘟旁邊這樣嘟 就對了 就有點像是在反那個釣魚的時候 他有一個 對啊 去反 我懂我懂 你等一下這樣試試看 有小心耶 有抓緊耶 他裡面挑 其實他沒抓出來 他不然只靠靠靠靠 靠靠靠 你手好長喔 欸欸欸 年輕耶 他剛剛掉下去 輸你的頭啦 幹 不要改放這了嗎 可以 比較好放 放在那邊 你給我往他給一點嗎 哈哈哈 你以後放嗎 對啊 可以 謝謝 感謝你 你們沒有要PK是不是 沒有啦 我們又沒有講規則 我們這裡哪分什麼你我啊 他的就是我的 我的還是我的啊 合理吧 哦 是 笑什麼笑 用督的 對他剛剛把他督上來 去吧 我要學一下怎麼學到一個走號 你說草蝦的走號還是泰國蝦 草蝦的走號喔 你居然會想要去研究草蝦走號 怎麼打 剛才有三次的 哦 可是我釣蝦到到一個程度 就喜歡試看別的方式 判個蝦去 所以香港朋友已經在釣了嗎 嗯 在這裡 哦哦哦 他們也是釣草蝦耶 他是那個蝦星球的隊長 Matthew 哦 就是這個 對這個隊長 他專門挑選那些精英 參加比賽做戰隊 專門在釣泰國蝦的戰隊 對 泰國蝦的戰隊 哎剛剛有個小東西在我下面偷完 不行 要勾回來 不好打 嗯 就是想一個辦法來克服這種走號 那就交給你了 你要研究出來告訴我 好 我負責作響騎乘 我感覺到 這蝦子在生氣耶 剛剛要拆他的時候 他一直轟轟轟轟耶 那個手有震動耶 他在生氣 我感覺到 他在生氣 對 這麼兇喔 你們那邊釣蝦場的設施 有比台灣的多嗎 就是複合式的那個複設的旁邊的東西 新加坡的都 就有幾家 像上次我們去巴巴西蘭那間 對 那間就有 那間很豐富耶 對 什麼都有 好像一條龍服務 嗯 喔 新加坡也是有一家這樣 新加坡有 有有 他在放螃蟹嗎 是嗎 你看 他在丟螃蟹 喔 幹 真的耶 哇 真的要快喔 快喔 快喔 走速喔 欸 你的小幫手來了 阿正 欸 他在丟螃蟹 好大好大 欸 好大喔 欸 我這裡沒有 好大喔 哇 哇 他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就看真的有人會起螃蟹嗎 騙我 剛才我看到有一個東西這樣 還以為是螃蟹 螃蟹我是趕快 勾了 好像它是螃蟹 可惡 對 是嗎 剛才我勾到它好像是螃蟹 有種種的嗎 可是它應該不會掙扎才對阿 對不會掙扎 角落喔 感覺它的殼好像很硬 喔喔螃蟹螃蟹 哇 哇有跳到了 哈 真的在角落欸 幹 三 人家要螃蟹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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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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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斜到了啊 對 我剛剛用妳的方式扒的 怎麼樣 可以吧 老師我學的好嗎 好 斜囉 又有人撞螃蟹囉 對耶 好好喔 那妳有這個方式嗎 我有啊 我有筒子 這裡 這裡有碗 沒打到 什麼都 嗚 欸 奇怪耶 剛剛下面沒有蝦耶 我好像克服到那個走訓的時候 他一走訓妳馬上開箱 喔 就是 對 一點點微微訓他都打 對 他一走的時候妳就打了 不用給他面子 我吃妳打 對 好香喔 沒有 我在想說 有扒到嗎 我以為我一次勾到螃蟹就沒有 我想要吃蝦了 妳要吃 阿扁啊 我要吃麻辣蝦 麻辣蝦 麻辣蝦 下完了 下完了啊 這個蝦都不理我 螃蟹也不理我 妳想一想 螃蟹都在邊邊啊 妳要尋了 我 不是啊 我尋了它就倒啊 妳要這樣尋了啊 啊 那個鉤子倒了怎麼辦 鉤子碰到嗎 碰到東西不拉就有嗎 沒有啊 麻辣蝦都在邊邊 好像很油喔 幹 騙我 真的要損耶 我要螃蟹 沒有啊 它有錢啊 沒有 這邊就一直這樣 然後就沒有丹頭了 我現在已經放棄了 吵蝦了 我就在等 看有沒有螃蟹 不張眼的 自己趴上來的那一種 這個又是哪一耳啊 下課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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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厲害 有號有號有號 有號 幹 這樣啦 我生氣了啊 下課 我的蝦呢 蝦肉很少 不錯了啦 要做麻辣嗎 麻辣蝦 全部啊 你們全部都吃辣嗎 超好吃 妳讓他們 妳讓他們選嘛 除了麻辣蝦之外 你們還有喜歡吃什麼口味嗎 都可以 那就是 全部都麻辣蝦 現在怎樣簽名環節嗎 對啊 因為他們那邊 不能用這種釣竹的 所以我就說 留言訂閱 肥哥 然後我們就抽這一組出去 OK啊 好喔 好喔 你看一下 我們這兩個簽名 差這麼多 感謝你 這個黃色超好看 我喜歡這個顏色 這 嗯 我以前有 問那個 香港那邊是釣蝦的 嗯 我覺得他們可以解釋 對 我剛剛在問他說 香港那邊有釣蝦場嗎 有啊 謝謝 我們就是第一個 對我們在那邊 想把台灣的模式 推到香港 不過現在我們 香港也都好幾個在隊伍 我們都會辦這個比賽 去當地去交流 我們有一些 冒行節的活動去發動去釣蝦 或者沙乾或其他的 什麼路事都可以有 對 就直接一些活動去玩 在香港這一個 Faceball 這一個 會就是 香港賽業圈 他們都很大 有過的比賽 因為穿在 出去玩 我 我好喜歡香港人的口音 它好溫柔喔 你不是覺得聽起來很像罵人嗎 沒有 就是在講台灣話的時候 就是感覺不會很出爐 就是很細 他覺得動靈樂 聽起來很像在罵人 但是你如果是講 政黨人香港話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像在罵人 因為他們說 在講政黨香港話的時候 會夾帶髒話 哦 了解一下 對啊 像他之前說要喝什麼 董玲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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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聽起來好像 看起來像罵髒話 聽起來像罵髒話 聽起來像罵髒話 還有閒音器 漢人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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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在罵髒話聽起來 語言文化交流其實也挺有趣的 然後 吃很飽就喉人飽啊 喉蘭 這真的是裝話 對啊這真的是裝話 哈哈哈哈 至於這個正確來說不是裝話 嗯 但是有一點意 有一點意 有一點意 被弄 哈哈哈哈 你很弄 欸你怎麼又跑來掉了 蛤 他被人家騙了 他說 他玩的那個遊戲叫大球掌 然後那個大球掌裡面有一個人的ID 叫慕雨柔 然後他就問那個人說 是不是本人 對方跟他說是本人 所以他一直以為就是我 我跟他說我沒有玩大球掌 所以我跟你們說 為什麼我會對冒用我的名字的人 這麼敏感 就是因為真的會有人 再來就是他沒有遇過 然後遇到了 然後被騙 你應該沒有被騙什麼其他的地方吧 沒有啦 哈哈哈哈 這肝太軟了 我超級不會用軟肝掉蝦的 吃蝦吧 好 好啦 走啦走啦 下次影片見 我們去吃 拜拜 感謝頻道會員 抗老爹桃園國際店 NERS紅國科技 天雲貶食 贊助播出 MING NERS WIT 感谢观看